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歡迎我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這個來自福布斯或傅比斯 這個媒體有一篇最新的調查報告 其實他挺嚴重的 也是根據美國,這是美國國防部 督察長辦公室發佈的報告 他現在是傳述的,這個福布斯 原來顯示美國軍方 其實 是跟蹤 大概超過10億美金的援護裝備 不知道他去了哪 不知去向 究竟是你沒有跟好 還是在烏克蘭支去了哪 這份報告也說 應該是 接受最終 用途查核的援護軍備當中 大概有59%,即是六成 是未能夠清點到的 這份報告也說 這些軍備包括 標槍反坦克導彈 以及獨自防空導彈 還有其他的無人機等等 美聯社就說 其實這些軍備包括 敏感技術並且體積少 很容易成為犯罪分子 通過非官方渠道 或者是 非正式渠道 英國說的 可以走到其他地方賣 是的 他們之前都 不斷有些傳聞 有些什麼 不是傳聞 是在芬蘭的警察局找到 不是傳聞 是真的 你把軍門的東西 亂按 不知怎樣 弄了 流出了去別的地方 你記不記得之前 CNN還是哪個 美國媒體報道過 有些東西好像不見了 只是逼他刪片 你記不記得 現在沒有 現在逼不了刪片 現在 連福報司和美聯社都說 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 我們不知道你的東西去了哪裡 有沒有落到犯罪分子手中 當然 現在看看 報告就將援污軍備的去向 跟蹤不力 是歸咎於 是查核人員人手不足 以及是 查核人員 在烏活動受阻受限制 的因素 查核人員在烏受阻? 那不關查核人員的事 烏方面也要佔相當大的責任 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們在西方把責任推給烏克蘭 因為我們 給他自己管不好 但他就算推給他也沒用 因為民眾也覺得是你給他的 報告也說 如果相關問題不解決的話 其實是清查全部軍備 將是不可完成的任務 到底那些東西去了哪裡呢 國防部 督察長辦公室也說這份報告不涉及 調查 烏克蘭軍備是不是流失 他正說 清點不了 不是流失 OK 那去了哪裡呢 現在就是去向不明 你說吧 很精準的一個描述 去向不明 不是流失 我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是不變了 所以你說我們的題目 不逆而非 可能都不是很準 但是我不知道去哪裡就是不逆而非 不是嗎 對 對 那五角大樓的發言 就是 他也說沒有證據顯示 美國援助 烏克蘭的先進軍備 是非法流到烏克蘭境外 OK 即是境內 這句話可圈可點 不先進的可能 可能是 流失了 他說先進的 沒有非法流到 在烏克蘭境外 這個非法 其實灰色地帶包括非法呢 看看你怎麼理解 是嗎 當然報告也說 國防部 督察長的辦公室已經 派人進駐烏克蘭 繼續對於美方軍門 裝備 是不是 被不當使用 進行刑事調查 入刑事調查 即是有人要落獲 這個意思是嗎 這不是很多 十億多 都已經令人心寒了 所以你都欠不下 你記住他清點不了 他說未能清點到 即是怎樣呢 其實他不敢說 是不見了 未能清點到 如果在你面前 或者你真的知道去哪裡 你應該清點到 所以我們說不見了非法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 說 暫時未能清點到 遲些 明天就會清點到 那就看看你怎樣 你清點到我們再做節目 因為 他寫的字眼很精準 是 暫時未能清點到 暫時 暫時未能 已經有兩個 比你轉身的位置 暫時 是 不過這樣 現在的五角大樓 他們都說 現在產生了一個關注 就是 Risk of Feast 即是會不會被別人 撻了呢 一般都會向這個方向思考 再加上 Wu 這邊也有一個 不太好的記錄 五角大樓說 將來可能變得更困難 追查到這些軍備 是他所說的 這樣 這樣 你要多些東西的時候 有些阻力也不可以怪美國 開始有些不順利 你的東西查不到你究竟去了哪裡 如果不知去了哪裡我就覺得不逆而非 你說你不準確 他說很難清點到 有六成清點不到 那你就找個六成出來 不過這樣 現在他就是刑事調查 我相信應該有人落鑊 2022年2月 大家知道 烏克蘭銀起全面升級之後 美國國會批准了 1100億美元的兌污援助 但是共和黨人在2023年1月 開始掌控眾議院之後 至今未能夠批准新的援污 今天我看到 麥卡錫接受了金融時報專訪 他說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決心治理這個國家 那就不要從政了 所以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你真是對 他真是對 是吧 看來他也挺慘的 我挺同情他 其實他 如果普通政客來說 他也是鷹派 但是在鷹派當中 他就是鴿派 挺好笑 看看原來 民主黨人都說 你怎麼批你的銀 是吧 另外 John Kirby 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助員 他也說 對烏軍的援助 已經暫停 因為沒有錢 其實 拜登打算國會批610億美元 對烏援助 共和黨人 將對烏援助作為民主黨人討價還價的籌碼 要求收緊 美國的移民政策 在雙方僵持之下 其實共和黨人 什麼時候才批呢 或者會不會批呢 我覺得批始終會批一些 全部就不會 批他 或者 或者 以後他慢慢和你玩東西 一有東西就又玩東西 當然 因為他是整個預算 看看他怎麼搞 共和黨人 對烏方 是否能夠 妥善地使用 握助 以及 和俄羅斯作戰 惡性的前景 究竟如何呢 這個如何 真的沒有人能夠拿到你 當然他當然是說自己贏硬的 但是 現實就好像有點軟 和這個贏字 因為他贏的定義是贏了克里米亞 贏了克里米亞 所以如果你說贏的話 很困難 遙遠的差 另外 美聯社也說 拜登政府一直都說 烏克蘭 這些軍門受到嚴格監管 但是 國防部監督 掌辦公室的這份報告 根本就等於打臉拜登 而且可能令到白宮向美國國會 拿錢變得難上加拿位 你先吐十億的東西出來 在哪裏 他就說得很好聽 不明去向 不明去向去了哪裏 你先說吧 你找不到 如果真的找到你還大聲 找到沒有人冤枉我 憑你們 之前尤其是扎尼斯基 現在他都沒有話說 另外說回 尤其是還有一個 就是前線 大家知道 他也要徵兵有些困難 原來烏克蘭國防部長 這個扎尼斯基好兄弟 烏梅洛夫 他也說 烏克蘭國防軍 首次購買了 五萬套 女性的軍服 因為之前說 他們的女士兵上戰場 作男士軍服 其實也挺麻煩的 國防部長 也是在烏克蘭政府 的 支持之下 他說支持也不支持 當然 也有 希望足夠的女士兵 想去當兵 外界也說 由於烏軍的兵力短缺 也準備大量動員女士上前線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 是會的 烏軍大量扣買女性的軍裝 這個是 史無前例的舉措 也標誌著 烏克蘭在動員女性參軍方面 要買出重要一步 同時 幾乎計劃 招募身處海外的男子加入 是武裝部隊 但是現在 你不加入的話 就付錢 Pay Texas 麻煩你 付錢 說白了 目前有超過6萬名女性 在烏軍當中服役 佔他們武裝部隊人數的7% 但是烏烏戰爭持續 這個數字會繼續上升 烏梅諾夫也 發佈了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 這個 剛才我們 都說過 其實女性當兵都很正常 但是現在 比較多 要上戰場 其實根據這個 他有個修正 之前那個BenQ組 覺得好像不太人道 後來就修正 本來他們打算把 動員的 這個 年齡從27歲 調低到25歲 對所有25歲以下的 實行基本是兵疫制 在動員女性參軍方面 只有在 小孩子三歲以下 或者小孩子需要照顧 到六歲的情況下 才可以推遲或者避免服役 孕婦當然不用他去 其實說回 其實現在也有一些人做同兵 他也比較難看 原來看 烏克蘭最高拉達 國家安全 國防及情報委員會副主席 他也說 新的動員法 的草案 將不包含徵召女性的 兵營 不包含徵召女性的伏兵營 其實在去年10月1日 曾經生效過一個法令 要求具有醫學或者 制約背景的女性必須登記 因為他們 要上前線去照顧那些傷害 另外烏克蘭真理部也說 其實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真的這麼必要呢 好像他們訪問了一位老兵 叫做基金 他就認為 烏克蘭妇女不應該承擔 參戰的責任 這是男影的責任 如果一名女性想要服役 可以成為一名 醫生 但不是戰士 後勤部門有足夠的 職位等他們去做 同時女性也可以做無人機操作手 動員妇女 參軍當然 好處 有一些 但是他們覺得傷害也很大 因為 很多小朋友可能會失去母親 也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會失去父親 是嗎 事實上 這個扎列斯基的壓力是大 因為你 說一句 你說得太大了 所以 你就要承受自己以前說的那麼大的 是呀 終於 終於來到要 交數、交功課的這一刻 沒錯 沒錯 你以往 以往就是用這個 西方給的軍備 工具那些不夠 所以我們才 對這個優勢 沒有什麼進展 現在這一套說法 西方似乎不多接受 你一定要做一些東西給我看 實際上是這樣 如果不是 就不可以要求更加多的 援助 一定要交些功課 是的 你說不了 你少少東西都交不了的話 你叫他怎樣繼續援助你 其實現在 各方壓力那麼大 還有10億的 軍火 不明去向 那你怎樣打 這個就糟糕了 這個影響就糟糕了 實際上是 另外我們看看 現在俄軍 亦都一如所料 之前不是有空中攻勢嗎 其實他們都是不斷發動空中攻勢的 我們之前說過他會轟的機件 事實上真的會有 原來他們亦都說 俄羅斯已開始將無人機塗成黑色 以便在夜晚偽裝 其實有些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好像一名烏克蘭軍人就說 俄羅斯人將一些無人機上面發動機 的排氣裝置 從後面移到前面 目的就是為了迷惑 是利用熱城障藏技術的防空系統 所以他們也有進步 不是像自由時報那樣 很流 鐵板一塊的站在那裏 誰站在那裏任你肥 老實說 他知道很慢 你自由時報說到這樣 很流 鐵板一塊 我當你是真 就算我當你是真 你能不能掌握到這個漏洞 是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否用這個漏洞去反擊別人 有沒有 你也是防守 是的 剛剛烏克蘭空軍也說俄軍發動一個攻勢 烏克蘭全境是拉向了 防空警暴 這也是平常的事 另外我們之前有節目也說過 法國 選了新總理 新總理的前度 男友 那個總理都是男子 彩虹人 猜不到也挺快的 剛剛離身 就立即 這位 最新的外長 外長 原來 蔡 如以內 已經是動身去基庫訪問了 開啟他上任 其實也算是給你足面 開啟他上任的首次出訪 原來就是去烏克的 去基庫 也算是這樣的 這個法國也算支持你 之前說法國 為什麼你這樣 為什麼 之前法國曾經說過 你也要保障 俄羅斯的安全 有個安全承諾 他才肯跟你談 當然 有些人就不想談 所以就說什麼都不行 這個東歐國家就什麼都說不行 但是你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你什麼都說不行 都可以 是不是 你什麼 談判條件 我都不要 那你就要贏了 是不是 你什麼都說不行都可以 但是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說不呢 能戰才能和 當然 你現在是不是能戰才能和 你頂住了 和你又不肯了 和你又不肯了 戰你又沒有成績出來了 你想怎樣呢 給我 什麼都給我 其實說得多 都好像 不太多人來 你看看 現在就是了 現在就是了 當然現在他的政治正確之下 他肯定 我們會盡力 希望議會 怎樣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陰謀論一點看 可能這個民主黨 是不是共和黨都頂住我 說大一點才行 是不是 他不讓我共和黨 他不讓我 就與我無關 不過 你記住 最後無論誰執政也好 你都跟我交數 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 你覺得共和黨不會繼續逼他那麼好心嗎 共和黨更不用說了 三大候選人 印度 哥德雙替斯 特朗普 都說是減少緩污 特朗普說48個小時就跟你結束這場戰爭 你想想 當然現在跑了一隻黑馬出來的黑利 黑利就稍為緩污一點 但會不會說說他更加激呢 沒人知道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次再為大家分析其他的議題 就這樣 拜拜 拜拜